我这儿这么小 今天这云真漂亮 难得成都有这么通透的蓝天白云 一朵绵绵软软的大云朵 挂在我家屋顶上的样子 像极了我小时候用水彩笔画出的画面 那是我梦想中房子的样子呀 于是趁着老公整理花枝 我抓住相机拍得不肯停下来 虽然也许是因为院子里的 哪种花开花粉的缘故 让我鼻炎又严重了 不得不戴着口罩洗衣服晾衣服 浇花施肥 但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时候 童话一般的院子 阳光淡淡地洒下来 云朵慢慢地从北边飘向南边 这个时刻语言都是多余的 只有歌声能获着阳光 表达我们的心情吧 昨天的太阳走了 我有一种被欺骗之后的疲惫 而今天的心情是梦 你是我梦里不能了解的时间 我的伤悲 我独自在冷冷黑夜中 用昨天的回忆想了你 而昨天和今天 有什么不同 我已迷失 我已迷失 我在黑影里 徘徊不停 昨天的太阳 走亮 你是我梦里不能了解的时间 我的伤悲 两个怎么挤一块睡觉觉呢 挤不挤啊 孙福来真精神 原本这泪孩还这么重呢 你这个开了吗 晚上偷个懒 干脆点个板栗鸡火锅 处处下锅 一锅热腾腾的板栗鸡汤烧起来 在煮金更是各样的新鲜蔬菜 足够我们俩一边洗脚慢烟 一边慢慢地看夕阳一点一点落下 把天边的远处的云彩 晕染成一幅重彩幽默画 风带着我们的弹笑声吹进化理 最后直到一颗圆圆的大月亮升到空中 我们就这样一直把自己做成了画中的景 不肯分离 这云淡风轻的晚上 空灵宁静的内心 远你也能拥有 可惜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了 你也想念吗